你好 欢迎收看3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居家检疫的对象大增 花莲县警察局为了防范居家检疫者 违规前往KTV 卡拉OK 电子友谊场 Pub 夜店等密闭的营业场所 近期动员各分局的警力 执行全线性的扩大零检 利用警方行动电脑查询身份 以查核居家检疫者 是否有到处趴趴走的情形 索性截至23日临时扩检结束 警方都没有发现居家检疫者 出现在这些场合 国内肺炎疫情升温 居家检疫对象大增 花莲县警察局为了防范居家检疫者 违规前往KTV 卡拉OK 电子友谊场 Pub 夜店等密闭的营业场所 近期动员各分局警力 执行全线性的扩大零检 利用警方行动电脑查询身份 以查查居家检疫者 是不是有到处趴趴走的情形 鉴于近期大量国人返台 国内疫情有升温的趋势 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对象大为增加 本局为了防范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对象 违反规定前往KTV 卡拉OK 以及其他容易引起群聚感染 密闭的营业处所 特别在昨天22号20到24时 动员各分局的警力 进行全线性的扩大零检 利用M Police去查询 受检民众的身份 并且去查查 他是否是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对象 那一旦遭警方查获 本局会立即的通知 卫生主管单位 将其带往隔离 并且开防 那本局为了防范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民众 到处趴趴走 日后还是会持续的进行 扩大零检 必要使会会同 卫生主管机关配合来办理 截至23号凌晨 花莲警方共动用了 警力190名 零检了60处所 所悉并没有发现 居家检疫者出现在这些地方 警方也呼吁居家检疫者 或者是居家隔离的民众 不要心存侥幸 四处趴趴走 或者是涉足容易造成 群聚感染的营业场所 一旦招警方查获 会立即通知 卫生单位带往隔离 并且开罚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